在每天早上、晚上 我們都會有一場信眾的宣講 宣道的時候有一個使用的成立 那在下午的時候 我們是對這個外面的 這個王朝來講 我們還是承接剛剛大家有什麼問題 我想大家都是宗教系 所以說應該有很多的問題 過去有很多的宗教研究所 或者是有一些大學有關於民族文化 他們有把系列文化都出席 來做他們的碩士論文 我最近還在幫一個 好像也是這名大學 他今天沒有來 他也是 他也是 已經做了兩年了 兩年的研究 各位 你看他今天沒有來 有名字啊 剛剛他的名字是 他今天怎麼沒有來 因為我之前 我不曉得因為 因為跟我聯絡的時候 我忘記一份 長度 大凱斯正理大學 提到正理大學 可以 под result 你知道的背景都會有很多的跟報道宣傳家傳遞的關係 當然在聽到很興奮的時候 主要我們在教我們市中 或者對我們信眾做傳展 社會的經書的根據 或者是E-mail 也不要是哪些的過程 能夠因為有一定的教育系統 發育的線索 一步一步的有什麼意見 我們今天都在 總共有13個寶蓮 我們把它列成一個 就是叫我們的第二聖寶金合成 把它列進去 那這裡頭主要的一個經典就是 我們家是講的 我們介紹五位主要的分組 就是五聖分組 所以五聖分組 所以它這個組最重要的經典 還是有官司理學的經典 那也有胡溜地區也是旅東邊的經典 那也有基本的是那個 那個王天寺 那那個官聖地區它最重要的經典就是 明聖 陶元明聖經 我想明聖經 我想明聖經 大家如果說什麼 應該都會聽過 那在那個 另外那個 那個胡溜地區就是洗心經 跟大陸經 那另外在黃天寺 它就是靈靈真經 那在這個 vocabulary的 麗寶金 因為那個 人也是 那 конт文金 decomp teng稚金 讓一點點 那 但是除了對方之外 那另外 還有再結合 這個 海上大幾 這個 看上在裡面的 就是黃宿 另外一次 這個 山關金 另外就是祭祀上最重要的是南斗金和北斗金 另外就是律藤金 大概是十三个金书都很清楚 另外还有一个是佛祖宗的行星 就是整个金和平行 那这些金是怎么来的 这个的话就是说 因为其实中国的这个金年大部分是完生不完来的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作为一个梦 把它记载下来或什么 大部分的金钱据说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透过这个完生的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来的一个程序 这样子进入下来的 那在那个日丹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金年这个来年 这个记载的作品是 对这种很多的导致来的就是 《洞瓶宝记》 《洞瓶宝记》它是清末的一个作品 那这里就很清楚 就是它或者是它的单元 还有它的绿组的单元 然后这个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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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至于这些19亿dest 行细地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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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от confer言死子 这个kas со06 rating 研究ですね 进院 谢谢 阿弥陀佛